因为命宫只有两颗星 就是火星跟天马 天马这颗星呢 我们把它拆字 它就变成非常天真的野马 我们的举例就是这个意思 什么叫天真的 第一个野马是什么概念 野马就叫做 我不要被江神所作 我就是要跑 我现在门一开 天一亮 我就是要跑我二十的事情 那天真的概念叫什么 因为往外跑 就算天是黑的 我也不太确定 它到底怎么样 但我就是要跑 我就跑就对了 所以你知道天马在命宫的人 永远都觉得 我不想要甘于 只有现在的状态 我要创造新的 然后天马 延伸意就叫天马行空 所以没事做的时候 就一直想 我到底可以做些什么 可以干嘛可以干嘛 一直在思考 所以天马是一个想象力 非常丰富 但是一定会实际 往外实际去解决 去做的一个形象 请问一下美老师 那些职位命格的人 特别喜欢跳脱熟套 好 我们今天提问一下 跳脱熟套 像我们当然简单就是 我们不喜欢照着 基本的角度去走 我们喜欢有个创新 有个新的想法 所以我们今天主要看的位置 就是命宫 有时候你命宫有这些形象 或者你新的想法 有这些形象 你就容易跟人家变得不一样 你想要创造出一些其他的东西 所以我们来看一下第三名 来第三名是我们的破均 这颗主星 两位来宾都没有破均 因为你们在命宫的本位是没有的 命宫 命宫没有 每一个人都有破均 但是他可能不会在你的命宫出现 命宫是自己 所以你的命宫破均 叫做不按牌理出牌 永远不会照既定的规则走 所以破均这颗星在我们的意象里面 就是他的能量是比较偏向 我就是要跟别人做不一样 我想要做反的 但是我想要创造出属于我自己的价值 所以大部分的破均 可能会去做一些 比如说刺青 或是做一些其他别人不会做的事情 他觉得很特别的这种感觉 我们来看一下第二名 来 第二名是我们的火星 这颗星象 刚好本渝姐的命宫是火星 对不对 好 来 火星这颗星象 我们刚刚就讲 火星是一个 我只要想干嘛 我其实觉得就做 没关系 火星是不会想的 我不会特别想一些东西 我觉得反正就去创造 反正烧完之后 我就知道他到底烧不烧得起来 试试看再说 试了没有 就算了 因为火星是一个 如果你站在原地想 他会觉得好焦虑 算了 做完了 所以他跟韧性是一样的概念吗 有点类似 但是他概念就是火星的性格就是 我自己会决定 我想要这把火烧多久 可是我不烧我就觉得怪怪的 所以我一定要点燃 试试看点燃之后会发生什么事 也就是火星有点概念就叫做 过度乐观 觉得没有差别 干嘛呢 没关系啊 想这么多干嘛 我做了失败 弄就失败 至少我体验过嘛 我可能认识一两个人 我知道这个环境 没关系 试试看 那就没有悲观了 火星就觉得就是这样 但火星的性格就比较偏向 就是不成功变成人 反正做了就对了 其他结论我就再说 就不管 所以火星在命宫就叫做 我不管 就是我要做这些事情的答案 是不是可以 很好交朋友 你们两个性很合 先决定 先做再说 不会去考虑后果 就是火星的性格 再来我们来看一下第一名 第一名是我们的天马这颗形象 那宜文姐的命宫 也有耶 本宇姐的命宫也是天马 本宇姐的命宫只有两颗星 就是火星跟天马 天马这颗星呢 我们把它拆字 它就变成非常天真的野马 我们的举例就是这个意思 什么叫天真的 第一个 野马是什么概念 野马就叫做 我不要被僵神所住 我就是要跑 我现在门一开 天一亮 我就是要跑我要是的事情 那天真的概念叫什么 因为往外面跑 就算天是黑的 我也不太确定 它到底怎么样 但我就是要跑 我就跑就对了 所以你知道天马在命宫的人 永远都觉得 我不想要甘于 只有现在的状态 我要创造新的 然后天马 延伸意就叫天马行空 所以没事做的时候 就一直想 我到底可以做些什么 可以干嘛 可以干嘛 一直在思考 所以天马是一个想象力 非常丰富 但是一定会 实际往外 实际去解决 去做的一个形象 所以你只要上榜的前三名 都喜欢跳桌鼠套 反过来说 这三名也叫做 对于人生比较乐观 比较积极 比较主动 相对来说 就不会在原地等 想要自己去创造 属于自己的价值 就是这边的前三名的排名 来 粉鱼命宫是火星 还有天马 而且你知道 我听老师这样讲 我小时候乐观到什么程度 我们小学会自己穿衣服 穿便服去上学 我就跟我妈讲说 我要自己配 你不要帮我配衣服 我从小学就开始 我自己配衣服 然后我就每天就穿 我自己配的衣服上学校 可是后来我长大了以后 我看到小时候的有一些照片 我想说 好可怕 我怎么这样配 可是对 小时候就是想要 自己做主作一些事情 就不管 就必须要做 对 必须要 拦也拦不住 马上做 那你差不多 你跟现在这男朋友 差不多该结婚了 对不对 也拦不住了 顺其自然 顺其自然 我们有 你这个就不冲动了 就是有共识 但是 有共识 但是就是看 会走到哪一步这样子 因为我觉得结婚 结不结婚对我来讲 不是那么的重要或是必要 有的话很好 但是没有的话 我们两个也有共识 要继续走下去 那你为什么会说要求 你们要洗铁上要求 大家穿西装跟礼服里面 要穿晚礼服 要穿比基尼 跟泳裤 没有 那时候就是拍戏 就是会有结婚的戏 那当然就是会被问到说 那以后如果我要 我碰到这一天的话 我有什么想法 那我就是一个 不是很喜欢传统 或是主流的人 就是你要我正经八百地坐在 跳脱俗套 对 你要我正经八百地 去办一个婚礼 然后大家坐在圆桌 然后这样吃饭 我觉得 那到底是给谁看的 那如果我真的要 不管这些 这些规则的话 我自己想要的 规则也要一点代价 对不对 对啊 如果是我真的自己 想要办的婚礼的话 那我就会想说 那我要办一个特别的 我喜欢运动 我男朋友也喜欢运动 那他会 他最擅长的就是滑板 然后滑雪跟冲浪 那这三个 我只会冲浪 那我就想说 如果这样子的话 要做我们两个都喜欢的事情 那就冲浪好了 那就到海边去办一个婚礼 你这样很自私 你这火星做命的人 那我们来祝福的人 我只喜欢坐在那边吃喜酒 我也是 穿泳裤吃喜酒 你就穿泳裤 你应该就是说冲浪为主题 那就吃海鲜 那我们坐海边吃海鲜 可以吗 你们去冲你们的 对啊 对啊 还是该有的还是会有嘛 那可以 他们从远方 然后冲过来 他们冲他们的 我们山又连海内 哇 龙虾 哇 螃蟹 对啊 所有的来宾都要 男生都要穿泳裤 然后女生穿比基尼 穿泳衣 那不怕啦 好笑的 大家都嘛很好笑 不用管 对啊 很恐怖 很恐怖啦 对啊 不要啦 大家都在看连海啦 没在看 那是什么 没在看 来 这边问一下 Coco姐 Coco姐的新专集 就把自己宠坏 他其实是有一个过程的啦 真的是 生命有一个历程 然后再沉淀 说你离婚之后 你不再向往爱情了 你就不再向往了 还是不再相信了 也不再向往 我曾经跟我朋友说 我说我下半辈子 不做二老 哪二老呢 第一个不做老婆 第二个不做老板 因为这两个都没什么好啊 OK 然后说你现在觉得孤身艺人更自在 而且你也找到了 让你能够心服口服的 乖乖听话的心灵导师 这倒是 因为以前是 你别看Coco姐 小小只一起这样 没有 我本来就是从小 从小就是很叛逆 然后天不怕地不怕 但我想做什么就做什么 所以老师父母的话 我从来没在听 可是2018年 我因为一个机缘 我就追随了季工产师 我就去一个道场 然后刚开始说真的是 有点踢管的心情 就说好啊 看看这个 他的个性是到哪里都像踢管啊 他就是这样子啊 对 然后第一次去 很奇怪 我这种最讨厌人家哭的人 我那天哭得淒哩花 所以师父降假以后 对 说什么 我完全是一片空白 我就跟带我去的人说 我不去了 因为我觉得好尴尬 我也不晓得怎么了 因为我也没什么都没听到 就过了一个多月 我就觉得我很想去 就从那一次到现在 已经五年多了 我每周都去 而且师父是唯一一个 就像刚刚他讲 我真的想去查一下 因为他是农历2月2号 我很想知道他是不是 就是 因为季工禅师在现代的社会 其实说一句白话 他就是好像现代的教育部长 所以你会听到 哇 到处都是季工禅师 其实因为他的分铃很多 所以他每一周就是 很多人会问事嘛 那他就会降价 然后他就会针对你 所有的问题来解答 所以我觉得我非常幸福 就是第一个 我终于有一个人 可以让我真心诚服地 听他的话 而且他说什么话我都愿意去做 这你家吗 这道场 这道场 那你这次开演唱会出专辑 你有问师傅吗 其实我有跟 我觉得经过这五年多 师傅很清楚就是 我想做的事我就要去做 我只是请他能够 加持 对 就是我跟师傅禀告 其实我经过五年多 我已经几乎不问事了 就是你不会有什么疑惑 因为你什么都不问事 但是请他的祝福 我跟他禀告 说我做什么事情 对 师傅是不是 对 好呢 有像哦 堵了个像带你去 师傅竟然很奇怪 你早就该唱了 是不是这样 我们师傅是坐着的 别闹事 叫你去演唱会 你都没了 在这支播一直演唱会 很像降价的时候是那样的 可是当问事的时候 他就是坐在椅子上 然后他眼睛又闭着 然后他右手拿着扇子 左手拿着酒杯 没唱会这样跳吧 刚开始 有的会 有的会 对 因为我们会出去参乡 会 那是很 你怎么那么厉害 对 你有去过吗 公庙 我有接触过 他的指挥命盘里面有这一套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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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